当政策原来这么大漏洞 因为大收机怎么可以储水呢 是不是香港这片天是天无眼呢 谢议员在立法会发这么大火 原来是因为房屋局星期三透露 政府过去四年一共审查了23万位 公屋租户的入息申报表 有近2,800个租户被揭发门报资产 不过查了这么多 只得526宗个案有定罪 当中只得10宗被判监 他质疑入息审查制度有漏洞 有千万资产是判10日监 会认12个月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坐 有关人事有间企业 总共有7千万的资产加在内地 都不计香港那间这样的屋 用亿半的有亿半身家的人 竟然可以霸住公屋之外 又送居屋给他 事实上是很愤怒的 当政策原来这么大漏洞 因为大收机怎么可以储水呢 是不是香港这片天是天无眼呢 面对议员的质询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就说会作出检讨 但是就没有回应是否会立即堵塞漏洞 我都想在这里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